2000年,香港青年林惠斌选择从香港到广州创业,从事食品原料及食品销售行业。 经过19年的发展,林惠斌担任董事的香港会议集团已发展成食品生物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海内外高端食品配料代理型企业,年销售额达1.5亿元。 此外,林惠斌还联合20多个在内地创业就业的港澳青年,在广州创立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创业服务平台,为港澳青年提供创新创业实习就业和安居乐业等方面的服务指导,成为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工作创业的引路人。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呢,其实我们刚刚成立两周年,我们17年的10月20号成立,那刚好现在是两周年的时间,那从这两周年里面呢,其实也真的是做了蛮多的事情。 我们这个成立的各个部门不同的人,来帮助港澳青年在天河区的这个生活以及创业。 那我们接待的人呢,已经超过6000人次,然后我们同时,我们还有70几家的企业落户在我们天河区,那还有一个就是有700多个会员在这里,然后团队也不断地在壮大。 所以的话呢,应该说我们这两年,不断从创业也好,交流也好,生活也好,实习也好,应该说我们也做了蛮多的事情,来让大家更多了解天河区,来了解大湾区的发展。 今年初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支持港澳青年和中小微企业在内地发展,将符合条件的港澳创业者纳入当地创业补贴扶持范围,积极推进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基地建设。 广州衣品空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杨书朗出生在香港,成长于加拿大,大学毕业后他和朋友共同选择来广州创业。 我们公司的情况都挺好的,我们为什么会上港澳?一个原因就是发展的机会是多很多。 我们差不多两年这段时间都做了很多项目,很多不同,香港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做到这些项目是有这么大的。 硕承国际商务服务广州有限公司的创办人苏俊叶,此前在香港从事金融行业达20年之久,为了开拓内地市场来到广州创业。 举个例子就是我五年前六年前开始在广州发展,当初我们没有政府的支持,或者初生未有那么透明度高,或者未有青年资家的时候, 我们开公司其实都会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现在我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我们的枯发基地,创业中心, 有我们的服务团队,是可以做多一些免费,或者一些特别的咨询,令到我们可以减少了很多的洗费,或者截散了很多的时间。 苏俊叶告诉记者,如今,粤港澳大湾区逐步推出对港澳青年的利好政策,也建起很多创业平台和孵化中心,帮助港澳青年了解当地信息,减少创业团队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让港澳青年少走冤枉路,安心创业。 我的意见就是,他们要多开放,多跟我们现在,以往,就是我们做了创业的朋友,多一点交流, 也都去开启自己的视野,去看多一点,去了解多一点,知道我们大湾区的政策,那方向是怎样走,跟着我们国家的方向去走, 可以令自己在创业上帮助大很多。 还有我认为,始终在国外,在大湾区的发展空间的潜力,比香港市场大很多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